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朋友又来给我们接着要上课 所以我们不论从感情上 从法理上 从道理上 基本是无法接受 曾田雅芝先生今天的发言让我感觉 日本又要重温过去的美梦 我觉得是有这种感觉 大东亚 共荣圈 这个美梦在日本人心中在酝酿 而且还付诸行动 你看他讲了日本近两届政府的一系列的规划 在利用当前中美之间的大国的博弈 日本觉得机会难得 要利用这个机会 要有所行动 并且还对台湾问题 使手画脚 这很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核心 我觉得中日之间的这种症结在哪呢 有个心理上的症结 就是过去 中国弱 日本很强大 后来中国发展了 进步了 逐渐的从国力上来说 超越了日本 日本是很不平衡的 这种心理我都能理解 对吧 被人超越了 所以就有一些呢 恼羞成怒 这样不好 这个中日之间呢 是一一带水的近邻 日本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国家 过去啊 自己的发展啊 经济成就啊 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所以很多方面呢 也是值得中国学习的 特别期待啊 与日本朋友能够相向而行 这个至少吧 我们不能那么友好 亲密无间的合作 但至少 我们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双方呢 坐下来 大家友好协商 商量解决 有问题 有矛盾 不要紧 大家要心平气和的 解决问题 是吧 因为 gravel 有线mam 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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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